早安 現在時間是七點半 我們準備要出發了 我心情都準備好了 因為昨天天氣 有沒有看到很冷 很漂亮 因為我這樣望過去 整個山上全部都積雪 然後我們住的這個地方 外面有就是泳池 那其實我們這棟本身也有泳池 可是太晚到達飯店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游到 這次真的有點可惜 因為我們早上很快就要出門 下午就要下山這樣 到隔壁間去覓食 這邊有超級專業的大廚 我們今天自己買了果汁 這是檸檬汁 然後牛奶 吐司 加果醬 我們還有麥片 我們在吃 哇 桌上很豐富 還有優格 好吃嗎? 所以我們都很輕鬆的隨便弄一下 然後也比較便宜 在這邊消費每天啊 其實早餐都要好幾美金 現在要去優勝美帝 出發 GO 哇 哇 還全部都是雪了 有沒有看到 超漂亮的 看到嗎 這裡 超美 下雪了 哇 好漂亮喔 我們要玩雪了 耶 好冷喔 你看上面超美的 我這樣子會很冷 這樣就好 這趟真的值得了 這趟真的值得了 你看 我這樣好好笑喔 他們很瘋狂耶 雪地的剉冰 我們在這裡滑雪 剛剛跟旁邊的美國人 接一下他滑雪的 給大家看一下好好玩喔 好快喔 我們今天沒有用雪鏈 所以沒有辦法再往上拍 因為上面還有一個半圓球 聽說也非常非常漂亮 以及3000英尺有一個巨大的岩石 很漂亮 可是沒辦法 然後現在雪下到很大 你有沒有看到我帽子 全部都是白色的雪 太美了 我帶大家看一下那個風景 第一次真的就是漫遊在雪中耶 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啊 也有下雪 可是沒有下那麼大 而且他地上的那個雪是比較硬的 所以沒有那麼漂亮 這個角度是最漂亮的 由上往下看 超美的 白茫茫的一片 今天的眼睛實在是收穫滿滿 水 真的是水 太浪漫了這個情景 走在雪地中 超美啊 是 欸 6 2 4 5 4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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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車子剛剛整個完全殺不住 然後撞上去了 我們剛剛就是那台車的地方 打滑了然後卡在那邊 就遇到好心人 幫我們再往回開 他說不能再往下了 非常非常危險 現在只能再往上開 然後下去買雪鏈 如果大家真的要上山 還是要帶雪鏈 但即使你帶了雪鏈 這裡的雪真的不比我們台灣的這樣 瞬間十分鐘而已 整個已經覆蓋住了 超級冷 所以我們現在在想辦法 因為要開下去 現在沒有雪鏈的情況之下 開下去是有點危險 不過一定要買雪鏈 不然我們沒有辦法離開這裡 現在是中午的時間 你看十分鐘而已 這邊整個都覆蓋滿了 那我們把這個調好了 麻煩他啦 他幫我們開是不是 太棒了 太棒了 謝謝 大家坐下來 坐下來 我們現在被困住了 可是剛剛有警察 所以他等一下可能要會幫我 沒有警察不讓我們走啊 因為我們沒有雪鏈 現在可能就等好新男士 幫我們下去買雪鏈再上來 然後就被困住了 外面你看那個雪是越下越大 現在的時間是三點半了 我們被困在這邊 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了 然後剛剛終於當地的朋友 幫我們帶雪鏈上來 剛剛那個警察有管制 然後有跟他們一直溝通 一直溝通說我們就在上面等雪鏈 他們才把我們開路上來 可是很可惜的是 雖然有確認那個輪胎的大小 可是那個雪鏈還是不合 你看這個雪鏈在這裡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雪鏈不合 完全不合 沒辦法 然後你看現在的雪 已經是下了這樣了 就希望我們接下來 能夠幸運的下山囉 最差最差 可能就真的在這邊露宿 然後看明天能不能雪融化了之後 我們能夠順利的下山 現在有殘雪車來 第一次那麼近的看殘雪車耶 他走了 終於下山了 是的 來了 我們現在到了我們今天晚上住宿的地方 那今天因為去那個優勝美帝 然後出了一些狀況所以剛剛才到 現在是凌晨的2點45分 我們先煮泡麵和小朋友吃 因為小朋友還沒睡覺還沒吃超級餓 從中午就困在那邊C點多 所以都還沒有吃 然後開了七八個小時吧 今天的心得就是真的很漂亮 不過想要看漂亮的風景 是要付出一點點代價的 還是值得啦 因為小朋友在那邊玩雪滑雪 然後看到那麼漂亮的風景 真的很讚 只是說下次有機會真的一定要背著雪鏈上去 或是說雪下很大的時候 就要考量要不要再繼續往上 因為會有管制 整個會封起來 不能進入也不能出來 那這時候我們沒有想到 因為不知道說二三十分鐘 它的雪跡量就已經這麼大了 那最新玩了囉 觀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